在宜蘭市公所的全力輔導下 精靈宜蘭河的梅州社區 號召了青年投入自主防災的行列 促使幾次颱風期間 全體市民可能遭逢水患的危機 在訓練有素的巡守人員 及時通報下化解災難 他們在第一時間的通報 這個是一個具體由下往上 最好的一個典範 通報之後由市公所跟水利會 第一河川局縣政府共同 來了解之後 來及時的做一個防範 梅州社區理事長吳文龍 向市長江聰源說明 柏游路上的白色填充水泥 就是去年蘇迪勒颱風 造成宜蘭河暴漲 水流掏空路面後修補的情況 當時有賴社區巡查人員警覺 而避免了一次重大災情 發現這個地方有潰堤的因素 水域 陸基已經塌陷了 馬上通報我們施工所防災中心 防災中心馬上聯絡我們水利會 跟火川局馬上做緊急處理 最重要我們希望梅州社區這種經驗 它可以傳承之外也要拓展到我們宜蘭市其他的社區 限制全縣的社區 因為在北臺灣這個可以得到 我們這個特優的一個獎項 的社區非常的少 臺灣北部地區因為居民忙於工商 要成立精實的社區巡守隊實屬不易 但是宜蘭市公所積極為梅州社區爭取資源 使得雙雙榮獲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災 憑見全國特優的殊榮 而這樣的典範則值得推廣到權限 乃至於其他容易釀災的城市 確保民眾的安全